春风吹战鼓雷大哥走路怕过谁 大家好 我就是又怂又爱看格斗的一掌柜 某些中国格斗迷 甚至媒体人习惯于捧高踩低 见风使舵 对于中国拳手赢了就吹上天 输了就落井下石 张伟丽被罗斯高扫爆头KO 失去了世界金腰带 接着严小南被饼干姐 TKO打得满脸血 于是乎各种指责和质疑分支探来 甚至拿什么中国拳手在UFC八连败炒作 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拳手 难以在UFC长久生存 我们承认UFC是最出色的综合格斗赛事 但也完全没有必要神话 更不用跪地膜拜 就拿新加坡的ONE冠军赛来说 他们的小级别和女子项目并不比UFC差 就连UFC传奇巨星大力鼠约翰逊 在ONE也惨遭地面CKO 由此可见 ONE冠军赛小级别 人才济济 张伟丽和严小南在UFC接连受挫 但中国还有两位世界级的女拳手 足以和罗斯抗和 那就是如今唯一拥有世界金腰带的中国拳手 熊敬南 以及曾经击败过张伟丽的东北虎 孟伯 熊敬南是目前全世界拳法最凶猛的拳手 比张伟丽和严小南的拳更猛 他本身就是练拳击出身 拳法穿透性是碾压式的 看看梅威瑟怎么拳击规则 细耍嘴炮康纳 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当然 熊敬南也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巴西柔术比较一般 长时间在地面缠斗容易吃亏 好在熊敬南力量很大 意志力顽强 有时候对手拿到位置 却还降服不了他 比如熊敬南和新加坡巨星 李胜珠的一番战 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熊敬南是ONE冠军赛世界冠军 罗斯是UFC世界冠军 只要白大拿同意 双方就可以跨赛事打统一战 ONE冠军赛财大气粗 否则也不会挖来大力鼠约翰逊 他们如果给UFC足够的分成 并且说服白大拿 告诉他 熊敬南和罗斯的比赛 是轰动性的赛事 商人出身的白大拿 或许就会答应 罗斯当然厉害 打法非常诡异 出招非常冷 但他就害怕力量型的拳手 上次被安德拉德重重摔了一下 对他心理打击很大 熊敬南力度十足的组合拳 罗斯估计很难顶住 只能尽快进入地面限制熊敬南 所以这比赛就有看头了 进入谁的节奏 谁就会赢 在综合格斗的世界上 ONE冠军赛和UFC是两个最著名的品牌 他们的花名册上有一长串的精英运动员 因此 有报子称 这两项赛事要进行对抗赛 这也就不足为奇的 ONE冠军赛的首席执行官西游棠 并不打算回避挑战 与西方同行相比 新加坡的这家公司要年轻得多 在面对挑战时 并不打算退缩 世界两大综合格斗组织 直接产生碰撞 是非常罕见的 西游棠先生表示 如果这次联合推广正式落地 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格斗赛事 他相信 ONE冠军赛的选手们 会给UFC带来巨大的冲击 ONE冠军赛通过西游棠的一条推特 点燃了火种 他在推特上 重申了自己对此类对抗赛的开放态度 我绝对欢迎ONE vs UFC的大型赛事 我希望看到东方最好的 对阵西方最好的 西游棠在一条推特上这样说道 很明显 ONE冠军赛的花名册战士 被大打低估了 该组织的名单上 有500多名选手 其中包括各种技术门类的世界冠军 以及各种体重级别的致命杀手 西游棠说 我认为UFC对ONE冠军赛是非凡的 我想全世界都会看到的 他补充说 许多在西方获得成功的前UFC运动员 来到ONE冠军赛时陷入了困境 西游棠认为 这标志的东方的ONE冠军赛选手 能够对抗UFC选手 并最终取得胜利 UFC轻量级拳王 爱迪 阿尔瓦雷斯 和音量级巨星 大力鼠 约翰逊 都在ONE冠军赛遭遇滑铁路 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ONE冠军赛敢于向UFC叫板的底气是什么呢 第一 UFC规则条条框框太多 与实战差别很大 尽管他们喜欢用所谓街斗来操作 而ONE的规则要比UFC开放很多 尽管足球踢也被暂时禁止了 但还有很多UFC禁止的招数可以使用 比如大力鼠被地面吸KO 这个地面吸UFC就是禁用的 所以如果使用ONE的规则 ONE的运动员胜算会大增 第二 ONE在大级别和中级别远不如UFC 第三 但在小级别和女子项目不比UFC差一毫米 第四 如果不是更强的话 中国UFC名将张伟丽 严小南相继遭遇惨痛失利 那些唯胜论的中国网友 从吹捧张伟丽 瞬间变脸开始抹黑张伟丽 并且一卧风神化罗斯 可是真正懂MMA的圈内人士 的普遍观点是 张伟丽输给罗斯是冷门 张伟丽的力量和爆发力要强于罗斯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冷门就盖棺定论 就无限夸大罗斯的实力 足球世界杯不经常有冷门吗 UFC就不能有冷门 ONE冠军赛的世界冠军 熊敬南和曾经击败张伟丽的孟伯 实力也都很强悍 完全有能力击败罗斯 熊敬南是拳击运动员出身 她是当今世界这个级别 全法杀生力最大的MMA选手 而孟伯年少成名 是中国女子MMA的第一天才 抛开伤病对她的打击不谈 纯粹天赋的角度 她确实是国内最好的 技术也是最全面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 UFC主席白大拿了 接受ONE冠军赛挑战有利有弊 好处是跨赛式比赛吸引眼球 而且ONE冠军赛不差钱 UFC可能在合作半赛中取得高收益 坏处是UFC规则限制太多 远离了实战 如果使用ONE的规则 UFC选手可能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就算使用UFC规则 在小级别和女子项目 也没有什么优势 目前UFC是北美市场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格斗赛事组织 在北美市场占据绝对优势 ONE冠军赛在亚洲的地位也是如此 此外 ONE冠军赛还在世界各地 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权敏 在运动员的天赋与实力方面 习游堂非常有自信 他知道 ONE的运动员实力与UFC不相上下 甚至更好 这一点 ONE冠军赛已经用实力证明过 不需要额外的营销推广 此前 ONE冠军赛曾与美国TNT达成赛事推广协议 在4月的北美黄金时段 博出ONE 鸿天阵地四场系列比赛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前UFC世界冠军地下之王艾迪 阿尔瓦雷兹和大力鼠迪米霍斯 约翰逊也参加了该北美系列赛事 但却在对战中纷纷落败 UFC前轻量级世界冠军艾迪 阿尔瓦雷兹 被一致判定输给韩国选手伊玉莱 而前UFC阴量级之王大力鼠迪米霍斯 约翰逊则输给了ONE冠军赛阴量级世界冠军 阿德里亚诺莫赖斯 这是大力鼠职业生涯第一次被打败 可见ONE冠军赛的选手池当中 卧虎藏龙 如果ONE冠军赛vsUFC连合大型格斗赛事 真的落地了 粉丝们最有可能看到哪些世界级的对决呢 是世界级轻量全手对决 李胜龙vs查尔斯 奥利维拉 中量级王者统一战 阿迪萨亚vs德里德尔 还是罗斯 纳玛尤纳斯vs李胜珠 以上无论哪一场世界顶级拳手的对决 都是全民们期待的 ONE冠军赛主席兼CEO查特里西游堂 正在听取粉丝们的讨论意见 并愿意让粉丝们的这一期待落地成真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儿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我是又怂又爱看格斗的伊掌柜 我们下期再见